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啊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演繹 李宗盛 天空 無射無息 我看不見你 風吹過的氣憶 点点滴滴梦里 醒来的心 未曾平息 时间的眼来一滴 落下竟如此美丽 遇上了岁月的呼吸 化解了凝结的回忆 用一生寻找四季 心里那宁静的痕迹 说默默暮光的日子 温暖的窒息 记忆 真没想到鲁斯明退学了 他从来没跟你说过这事吗 小艺 我知道你因为这个事情你都不理刘士军了 其实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这样 真的 刘士军作为你的哥哥 他替妹妹出头这是应该的 他还是为你好 小艺 吴斯明退学了 对呀 吴斯明退学了 为什么 他可能觉得因为那封信没面子吧 就因为这个就退学了 那也太软弱了吧 刘士军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要说吴斯明的坏话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因为你 他就不会退学 是他自己退学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跟你没关系 他那封信是写给我的 你有什么权利看 再说 你看完有什么权利多给大家听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很伤害吴斯明 吴斯明 吴斯明 快 吴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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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来帮我一把 小心哪 小兔崽子 你敢混蛋 你个少教的 你敢敢撞刘叔叔你的儿子 把弓箭的铁给毁了 老子当兵打仗这么多年 生下几十万公里无事故 全让你给毁了 咱们的家也让你给毁了 兔崽子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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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别了 你要打先打我 帮我打死先帮我打死 我就是要打死他 打死我 打死我 让他开始干什么吧 他是要撞人的 我打不打死他 他明天给成命点 别打了别了 你这凶鸭吗 能要人的 你滚 你滚出去 告诉你啊 这家是我的 儿子我是我的 你滚 你滚出去 不愿别回来 滚 不愿别回来了你 快走 滚 你滚了 别禁止你呀 你说你那天杀的 你怎么想去拿城 你做零食军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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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也不想问 妈 我也不想问 我也不想抓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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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呢 伍思敏怎么无缘无故突然发疯了 原来他开车想撞的人是你 伍思敏他这人就这样 妈 你又不是没吃过他的亏 你们两个大男人都毁到一个杨小艺身上了 别乱说行吗 这件事情跟杨小艺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 杨小艺把伍思敏写给他的情书拿给你看 结果你给他公开了 我看呀伍思敏最该撞的是杨小艺 这信不是杨小艺给我的 不管是不是这事都太恶心了 这不光反映了伍思敏的肮脏思想 还暴露了杨小艺的丑恶嘴脸 我再跟你说一遍 这事情跟杨小艺没关系 你都被人给撞成这样了 你还听他说话是不是 我说刘世军 你是不是也跟伍思敏一样 对杨小艺有点那个了吧 我就是有点对他那个了 怎么了 你 你居然也有这种资产阶级思想 你们都太恶心了 我怎么恶心了 我至少没像伍思敏那样 给他写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吧 跟你说都明白了 爸 爸 世军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你不好好反省自己 还说别人的不是 不是你恶意传播别人的信件 能发生这么恶劣的事情吗 老五是个多好的同志 从部队干到地方 一辈子兢兢业业 没出过任何查错 就让你们这包小兔崽子给毁了 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写出深刻的检查出来 这跟我哥有什么关系 要怪就怪那个杨小艺 你给我闭嘴 这事跟你没关系 你瞎凑我什么热闹 你瞎准了 五四敏 五四敏 小艺 你这吃饭来上哪儿去呀 五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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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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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燕燕 你看到伍思敏嗎 小燕你沒事吧 伍思敏已經退學了 快進來進來 快進來 小燕 伍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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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伍斯明 我不知怕刘世军把那封信背下来了 我都已经把它撕了 我以为 够了 我说呢 怪不得我们家大明无缘无故地拿车撞人呢 原来都是因为你啊 我们伍家上辈子遭了什么 你也遇上你这么害人惊啊 说啥呢 你听见没 你看见没有 他自己上门自己说的 要不是大明给受多大的冤枉啊 孩子前程毁了 伍斯明 你千万不能退学 你为什么要退学呢 他不退学怎么办呢 他把先政府的车都毁了 不光他得退学 我们家老头子工作都没了 对不起 叔叔 对不起 阿姨 我真的不知道会弄成这个样子 可是你们能不能先劝劝伍斯明 叫他不要退学呀 你别在这装好人了 要不是你来勾为我们家大明 他能闯这么大的祸吗 你说什么呢 人家一个女孩子 你怎么说话凶巴巴的 你别替他说话啊 他是普通女孩子吗 不要脸 太难听了 这还难听啊 难听话我没说呢 全永仲的人谁不知道踏实 有什么妈就有什么闺女 闭嘴 我出去 狐狸进去 出去 太人精 太害人了你 出去 干什么呀 出去 你 你 我 我 我 出来一下 我 我 我 对不起 我给你道歉 都是我的错 你能不能不要退学 我真的求你千万不能退学 五四明 你出来一下好吗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跟老五是多年的老战友 一起独将 交匪 又一起从朝鲜回来 但是他儿子犯的是一件严重的错误 这是一件公务 不是我个人的财产 既然是公务 那就带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 损坏了公务一定要赔偿 还要在政治上受到相应的处罚 组织上的决定已经下来了 我也没办法替他说话 我也很心疼啊 说到底还是没有把孩子教育好 你 行了 行了 不说了 老五他们家今天就要走了 我去送送他 你看好小易啊 什么 他们今天就走 小易 小易 老三 老四 老二 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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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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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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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明就这样离开了永城 离开了学校 离开了我的生活 我知道 他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脏的 我失去了多么好的一位朋友 他给了我那么多的帮助和关怀 我却永远地伤害了他 世君 燕燕 小易呢 他知道你天天在这儿等他 所以他故意从东边绕路回家了 世君 我觉得你还是别去找他了 真的 他这次是真的生你的气了 为了夺你 他还买了一辆自行车呢 就算你勉强跟他见了面 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有好结果吧 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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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行不行啊 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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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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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易说要来吗 你不用等他了 他说他不来了 世娟 在部队好好干 您放心吧 妈 妈 你走吧 您送了 回去吧 这一年年底 我又送走刘世君了 他从我思念离开 再也没有说过完 他几次来找我 我都不肯见到 我可能觉得 只有这样做 才对得起胡思念 或者 我已经隐隐地感觉到 刘世君对我的感情 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 对这样奇怪的感情 我当时有一种本能的回避 甚至 有些恐惧 就两个事 你不用误误做吧 就不用误 tit 就依不不多 不是这个移动 是吧 我知道 放学了啊 这灯泡旧了就得换新的 是不是 什么意思啊 不是 我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说 你就亏得我来了 要不然今天晚上 你们就没灯了 多不方便呢 用不着你我就会换 好嘞 好嘞 来 来 好了 开灯试试 对不起 他怎么在啊 你去哪儿啊 我来你们家 不用 不用 我去你家 为什么 饶学子说了 以后我的阅礼课 全部都改在你家上 凭什么 可能 可能他嫌我妈啰嗦吧 嫌你妈啰嗦 就得去我们家上啊 他喜欢你妈 他喜欢你妈不啰嗦 elections 噭到底咱们 也许说吗 你妈那么伤心 也许说 可爱吗 我 小似个白 gum 就得我 一共就 Dolai Mi Fa So La Si七个数 折磨死人了 我要是像你学习成绩那么好就好了 其实我根本就不愿意唱戏 为什么 你在学校里演话剧影则贵 同学们都是你演的可好了 那不一样 在学校是当主角 不以后进了专业团体 那就不见得能轮得上我了 配角补业挺好的嘛 都是革命工作 只是分工不同 那可不一样 我妈说了 人争一口气 佛争一助香 唱戏就是要挑大梁当主角的 你妈妈真厉害 我妈妈是挺厉害的 不过有的时候我真的挺怕她的 那你说我以后 要是不能像我妈妈期望的那样 该怎么办 这都是个问题 所以呢 我现在就要为将来做打算了 我想我毕业以后呢 就进县剧团 就唱两年戏 就唱两年戏 然后就结婚 在家相夫教子 安安稳稳过我的小日子 你思想真复杂 你才几岁呀 就想到结婚生孩子 我告诉你 你以后也一样 我才不呢 我不结婚的 我想起来了 诗君又给我来信了 信里又提到你了 看吧 不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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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看不看 看来你是真的不想认这个哥哥了 诗君不是送你一支英雄钢笔吗 你要是放在这里也不用 笔囊都会坏掉的 干脆送给我吧 这是英雄牌钢笔 给你是为了让你写英雄的故事 你看 好久不用 都凝住了 我拿去洗一下啊 来 副妞好笑 这么管 你好 您好 我一样 杨老师 你看看 王大夫 您好 您好 我送饭 送饭 行行行 杨老师 杨老师 你来给杨一森送饭呀 对呀 送饭啊 你忙着他 好好 辛苦辛苦 走了 走走走 杨老师 杨老师 杨大夫回来了 来喽 开饭喽 麻烦你了 不麻烦 我就喜欢给你送饭 杨大夫 我跟你说 我今天又让不少人看见了 你这是干什么 总是麻烦你到医院给我送饭 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我就跟你配了一副新眼镜 我看你这副松了 往事往上滑 我 我试试 好家伙太清楚了啊 杨大夫 你是怎么知道我都度数了啊 你们学校老师的体检报告 都在我们医院呢 这么多年了 还没有人这么关心我呢 杨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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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饶得闻 何等何能啊 哦 我有件事想问你呢 你怎么想 到我们家给敏燕燕上课呢 好 这 王湘岚 手段实在是太厉害了 王湘岚有什么手段 行了 行了 那我赶紧吃饭吧 像你这种女人啊 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她是在追求你吧 我觉得 你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你们也算是 同行 志同道合嘛 喂喂 杨大夫 真远难啊 我再不记得话 我也是有原则的人 我怎么能看上她这种女人 杨大夫 杨大夫 我要想找女人啊 就得找 谢谢 好 请进 杨医生 请出席请您去一下 哦 杨大姐 你找我 来 把门关上 我跟你谈点私事 好 来来来 坐 杨大姐 是不是小易 你和世晨他们又是 不是 这跟孩子没关系 我就是想问你一个个人的问题 我听说 狱中的老师饶德文 经常隔三差五的 给你去送饭 是吗 你别怪我多嘴 因为医院里边有人在议论这事 所以我就跟老刘说了 他不相信 他说你跟饶德文根本就不般配啊 所以他让我从侧面问问你 是不是真的跟他好 他就是 经常来帮帮我们母女俩 可是我还是觉得奇怪 你是不是 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你要跟大姐说实话 要不然回家 我也没法跟老刘交代啊 你不会真想跟他过吧 是 金大姐 我们可不可以不说这事 这次找大家来啊 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画剧尹则贵 被县里看中了 不但要在全县公演 还要准备参加省里的文艺调演呢 好 因为要进省 所以啊受到了地线两级领导的重视 对剧本创作还有表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啊地区文化馆还专门成立的创作组 杨小艺同学将作为创作组的成员 集中创作半个月 杨小艺啊你要提前做好准备 创作组的聚集地 就是尹则贵将军的家乡小镇 我没有想到的是 地点竟然就是一年前 我们学校剧团体验生活的那个小镇 小伙子 挑了歇歇吧啊 这小伙子真好 从昨天一来就帮我下地干活 今天就一直扫地挑水 真是好孩子 小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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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地委是下了决心的 要求我们把这部话剧要创作好 把我们加上下呢 英雄人物要宣传好 所以我们抽掉了永成县一中的两位原作者 还从市里边是戏剧创作室的两位老师也请过来了 但是有一个情况说明一下啊 刘诗军同志呢 已经参军入伍了 这次呢我们是特地从部队戒掉来的 时间呢是有一周的时间 所以要向大家八个字 修改提高 润色完善 对 当时这个剧本是我和杨小艺同志分别完成的 所以在衔接上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 还希望二位老师多提宝贵几件 小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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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坐下吗 那件事情之后 我给五四民写过很多信 跟写给你的信一样 您流入海完全没有连信 你们还有联系吗 我爸跟我说 伍斯林去了变远山区 在那边的一个工厂做工人 他本来应该在教室里 跟我们一起上课的 小叶 这件事情是我错了 当兵一年多 我一直在反思 你能告诉我 怎么样才能化解 你对我的怨恨吗 怎么样才能弥补 我对伍斯林的歉疚 我怎么知道 其实昨天我就回来了 可我不敢见 不敢见知道 这件事情的每一个人 我怕面对你们 可是我今天鼓足了勇气 我来找你 就是希望我们两个 能当面好好谈一下 把心中的这个节画开 毕竟我们之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真的 我不特别怀念以前的日子 那个时候 我把你当成 最疼爱的妹妹 你把我当成最亲近的哥哥 如果这都不行 那我们可不可以重新认识一下 那我们可不可以重新认识一下 你就当是第一天见到我 把我当成是 刚认识的新同志 新战友 好 杨晓忆同志 我叫刘士军 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 某部 通讯联 尚师傅班长 我是中共党员 还立了三头功 是这次 在抗洪抢险前线上立的 这个消息 还没有我同志家里 但我希望 你是第一个知道的人 来来来 晓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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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今年啊 咱们永城啊 求成不好 县委决定 公宴私宴一切通俭 晓忆 你当兵头一天回家 可以啊 话句通俗歌 祝你演出成功 来来来 我们这个以茶代酒 谢谢刘伟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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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菜 世君这孩子啊 思想好 人品好 没准将来能超过你 当上将军呢 不可的 我呀 谢谢杨伟阿姨的鼓励 现在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爸说了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啊 他就不是好士兵 这 这不是拿破仑说的吗 怎么是刘叔叔说的 那不是我说的 在我心里啊 我爸爸比拿破仑强多了 就你会拍马屁 哥 我敬你一杯吧 来 听说你在部队立了三等功 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大家呀 师君 你真的立功了 你怎么不说一声啊 爸 是这样 我呢 知道这两天就要回家了 所以就没让部队领导 给家里打电报 哥 这就是你的部队了 这么大的喜事 你为什么只告诉杨小艺 你不提前告诉我们呀 那个 要不咱俩先把这杯干了 杨沪阿姨 爸 妈 趁着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我想宣布一件事 虽然事先 没征求我哥的意见 但是我知道 他心里肯定是高兴的 什么呀 杨小艺 做我哥的女朋友 我未来的嫂子吧 杨沪阿姨 这样咱们两家 就可以亲上加亲了 您说好不好呀 是臣 你看 他们俩呢 都还是孩子呢 妈 我说的是将来不是现在 我哥从小跟小艺一块长大 怎么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杨沪阿姨 您说是吧 是啊 这样咱们两家 就可以成亲戚了 现在像你们这样的革命家庭 多难找啊 爸爸 你也同意吧 你看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小杨也点头了 那 你就代表咱们全家 表态 我 我跟你说 我这话我说了不算 这得 你听人想意的 还市军呢 太好了哥 你看爸都没意见了 你赶紧表态呀 别闹了行了 人家小艺还没毕业呢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 等小艺毕业了 你就娶她呀 就这么定了 不反对吧 就这么定了 小艺 你别理他啊 市神就这样 我祝你早日毕业 考上大学 小艺 来 市军等着呢 快都真的 四닥 你 小艺 祝 quieres 毛巢 跟你说 掩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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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你看着我干嘛呀 我就是要把话说开了 是是 这事都让你给弄坏了 怎么是让我给弄坏了呢 妈 哥 你们应该高兴啊 这下咱们可以肯定 姚小姨不像咱们怀疑的那样 是爸爸另一个女儿 她的爸爸肯定另有其人 你少说两句 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 可我不喜欢你用这种方式 对待杨小姨 我的方式怎么了 我说的不是你的心愿吗 说真的 我宁可看着杨小姨给我当嫂子 也比看着你燕燕给我当嫂子强 你是真看不出来 还是假看不出来啊 杨小姨就没有这个想法 所以就更应该让她趁早 结束她这个幻想 她要是一天到晚都觉得 她是爸爸的女儿 这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行行行别说了 师兄你赶快去看看 别让小姨出场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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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你这 你不能少说两句呀 我没错 我哪有错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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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开门 小姨 小姨 你开开门 我是你刘叔叔的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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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还是你回来的 你妈妈把你拉扯这么大不容易 以后不许对你妈妈这么任性 明年马上就要高考了 别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分析 要好好学习 明天我跟田校长说一声 不行就把时辰从你们班调出去 实在不行 我让他转学 不要不要 千万别这么做 没事 这事就这么定了 刘叔叔 可依 我们说好了 你要好好学习 不要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分析 有什么事情你直接找我 知道了 天空 无声无息 我看不见你 风吹过的气 天天滴滴滴梦里 心爱的心 未曾平息 时间的眼来一滴 落下 尽如此美丽 遇上了岁月的呼吸 化解了凝结的回忆 用一身 用一身 用一身寻找自己 心里 那宁静的痕迹 我看不见你 用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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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自己 陈遭境迅 启告诉自己 轻碍 轻薄哀 人翼人的uko 念 用一身 用一身 到最遭 could 送你 МУЗЫКА rop смотреть 感谢观看